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会越讲越困难 我只介绍到十点半 说不定我只能再介绍两个 可是真的请你掌握这样一个学习方式 接下来是不是运算是 运算是我这边很单纯的就是用加总 因为销售额怎么算 加总 对不对 我就把每一天的 其实一天有好多笔记录 我就把每一天每一笔记录 全部那个销售额加起来 所以用SUM 然后接下来呢 选那个订单里面的什么销售额 这个订单里面的销售额 这就是什么 参数 好 优花胡 记住函数 函数 SUM在函数 函数里面一定会放一个参数 请问你 Random Random里面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空值 那就是它的参数 因为Random一定是由0到1随机产生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加一个逗号 接下来我们再输入什么 年 好 我们要 因为这边输入2016年嘛 所以2016年 所以以什么 以订单 订单怎么呼叫 记得打一撇 订单里面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里面 是不是选到什么 等于2016 我建议各位真的啦 就是习惯养成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像在打成事 好 然后 右刮胡 你看这边 year 左刮胡 右刮胡 这个右刮胡有看到吗 它对应到这个地方 就代表说我们刮胡是对齐的 通常我们放的逻辑错误就是刮胡不对称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贴心的设计 好 按一下inter 接下来呢 我就把2016年 2016年的销售额算出来 所以是不是就点它 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2015年的销售额多少 4.25 2016年5.49 可以吗 好 来 请你们快速的去产生 快速的去产生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复制了 回去再慢慢研究 来 我们请大家赶快练习 动手做一下2016年的销售额 请大家 nào 我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